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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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大房子都住上了 哎呀 这房子太大了 定有八十瓶吧 八十二 主要年头盖的早没有供摊 哎呀 这个房子是真不小啊 都快赶上我家厨房了 哎 姐 你家厨房是不是也没有供摊呢 你老师哥这儿开你车子 老同学 到自己家一样啊 好 千万别客气啊 行 好的 听说啊 那买卖做得越大的人 越缺钱呢 老同学 你要是资金方面有啥缺口啊 尽管开口 我都能帮你解决 哎呀 老同学呀 我最近确实有点周转不开呀 我看上了一块地 你需要二十亿 你看看能帮上忙吗 什么呢 太好了 我能帮你出个主意 啥主意啊 别买了 太贵了 我姐夫练过 一句话给你省二十亿 其实老同学 今天来呀 我就是想跟你谈谈合作 你看我是搞房地产的 你呢 是搞装修的 看看我这边啊 能不能给你找点活 那太能了 那太能了 给我找活最简单的 啥活我都能干呢 那个 你说我是干装修的 你就把装修那活都包给我呗 你看咱俩的装修呗 你都能看 这我拉着我小舅子一起干呗 哦 我看明白了 你俩装的是毛皮风格啊 结婚 我说老同学 那个 啥时候能来呀 你俩倒过啥呢 没事 我就问她 我媳妇啥时候能回来 毕竟这个点儿呢 我媳妇这个空姐 长得可漂亮了 我大个 大长腿 我大宝贝 哎呀 我不回来我都担心呐 是是是 啥时候来 老公 回来啦 老公 我回来啦 不是 这就是你空姐媳妇 咋的啊 不像啊 变手机啊 好 各位旅客大家好 我是飞机乘母院 欢迎大家坐飞机 坐上飞机被找机 那要谁 他要面 还得配一个茶叶袋 最后手起小卓伴 旅途愉快再来班 这两千块钱挂得多值啊 还会大块班啊 你在哪找的呀 中山广场 大妈呀 凑合用吧 就这那帮老头子 在这还不撒手呢 你好 你好 媳妇 你好 这日子让你俩过得挺有礼貌啊 强劲出品 过得跟哥们儿似的 跟哥们儿 那啥你都回来了 别让人都站着 是不是 就就就就像自己家一样 都放松了 对对对 坐坐坐 坐坐坐 好好好 哎呀 哎呀 你看真好 哎 这个嫂子 和照片上那个嫂子 长得是一模一样啊 哈 看出来了哈 条件好了 让她出去整整揉 为什么 你这哪是微整的 哎 你这是大动啊 那有话说得好 女人怀孕的就变丑 怀孕了我姐 对 我媳妇好像怀孕了 哎呀 她就好了 怀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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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一个月了 都一年多了 一年多 四个月 哎呀 你俩是真恩爱呀 老方啊 我一看你俩这么好 我都有点遗憾 你看想当年 要不是我爸嫌你个爱 咱俩是不是成一战了 当然 姐夫你过来来 那位姐姐你过来 你爸那眼神是不是出差毛病来 嫌我姐夫个矮 那把矮多了嘛 我现在老公比他高 你老公谁呀 韩德君 你老公是韩德君 不是 比韩德君还高呢 也是打篮球的 哎呀我的天哪 那你俩是真伴配呀 还行吧 没有你俩伴配 你俩伴配 哪有你俩伴配 我俩是恩爱 老公我回来了 是媽媽 我俩是俺俩是你 好 我俩是他 我俩说我跟韩德君 学扣篮的你心不 你心不信我一个三部篮 我扣死你 行吗沙克 小哥 是怎么回事呢 他们是我篮球队的 我们组织一个篮球队 我给他们讲讲战术 战术讲完了吗 走吧咱实地打篮球 你们什么篮球队啊 还有个空姐呢 是咋的 是都飞个三分球 你好 我问一下 你是飞什么航线的 我挺自放的 他让我飞哪儿我就飞 哎呀我说老方啊 你也太大费周折了 你说你就为了迎接我 这场面长得也太大了吧 整容前跟整容后头见面了 方向你给我解释解释 咋个事 其实我现在血压有点高 血糖还有点低 血压有点粘稠 总之就是气血不通 说不出来话了 他说吧 姐 这事跟我一点关系没有啊 都是我姐夫让我干的 媳妇我相信 跟你解释一遍 你就能听懂 那个 这怎么回事呢 他呀是我老同学王思梦 今天来家里跟我谈合作 你不在家 我怕你误会 于是我拿两千块钱 让他顾着他演得你通 我明白了 你就是那个投资犯呗 那幸亏我今天回来得早 那我回来得晚 你是不是还得演点夜戏呢 等会儿的 我可圣明一点啊 一百块钱 他没说演夜戏啊 你怎么上事 人家说说 他是不是跑了 那我把他抓回来啊 你给我站着 咋个事啊 人家可说了 一百块钱雇的 我给你两千 那一千九呢 姐呀 这一千九啊 我只有四方钱给 行啊 方向 这些年没少咱呢 不呀 你就是嫂子吧 来 坐 说实话呀 这老方啊 这么多年是一点都没变 还是那么要面子 自到我一进门 我就看出来了 这几个人跟我演戏呢 回去陪你演一会吧 给你点面子 嫂子 你也别生气 这个呀 咱们都应该理解 男人嘛 都是这个样 我老公也是 媳妇 你说这事 也都说通了 原谅我呗 我错了 方向啊 我算是明白了 我一心一意跟你过日子 我以为我嫁给了爱情 没想到我 你把我娶回家 我就是个面子 方向 咱俩就踏踏实实认认真真 把日子过好 不行吗 嫂子你过得太对了 嫂子 就冲你说这句话 咱俩以后当姐们处啊 今天我生意跟你谈 你就是思梦吧 对 其实啊 我早就听老方 谈过你 你看 这次咱俩则是认识了 那以后常来常往呗 你这么点 晚上别走了 我请你吃个饭 好啊 看着你姐们 什么叫大 不 女中豪杰 但是 媳妇有一句话 我必须得纠正你一下啊 你说来了 我是一家之主 能让你请吃饭吗 必须我请吃饭呢 我老同学 这点面子 你还是得给我的 你有钱吗 给你吧 那一千九百块钱 媳妇你太有面子了 我跟你说 不仅请吃饭 媳妇我剩的钱 我再给你买点 六龟福珠宝 那行吧 那吃饭去吧 咱 外面天冷 你把车提出来 走 咱开车去 姐夫 你车个哪呢 要不开面呢 四门有车 还有四季一呢 开咋车去 你说就我姐夫这出 随谁呢 好吧 咱俩留一个联系房 走吧 抖音欢度了家长